在胡志明市的小岛上有一个二高地 第二次越南战争时 韩国部队的9名队员在二高地集体失踪 至今都下落不明 更诡异的是 在他们的合照中 竟然多出了一个不存在之人 而此次的真实事件 也被韩国改编成电影 害怕的宝宝记得艾特你最胆大的朋友一起观看 话不多说 今天就让阿超为大家带来这部经典恐怖片 二高地 影片开头 总不总是莫名收到前任小队的求救信号 可唯一的幸存者则表示 他们部队的所有人在二高地已经全部站死 那发求救信息的到底是谁呢 为了搞清楚这一状况 上级派我们的铁中卫带领一个小队去执行任务 小队加上铁中卫自己一共是9个人 隔天他们就顺利登上了小岛 便准备先拍个合照留个纪念 注意这是镜头里面的人 一共是8个人 再加上拍照的 一共确确实实就是9个人 可没过一会儿 几人在林子里还没走多久 结果下一秒 不知是谁拿着一批就扫上了他们 几人见状迅速握倒 也掏出枪向着对面就是一阵乱射 随后 铁中卫接过不下地来的火箭 从旁边一直绕到敌人身后 然后 只听蹲了一下 敌人的战壕就被遗为了平地 随后几人迅速上前查看 却发现敌人早已经死了很多年 而与他们交手的竟然只是个女人 随后队友上前对女人进行搜身 而女人手上的银镯子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可面对这么一个女人 众人都不忍心下手 便离开继续赶路 没过一会儿 他们终于到了二高地的入口 这时他们发现前面立着一个墓碑 只见上面写着 可大家很显然不信这上面的鬼话 一个士兵甚至还认为是有人故意刻在上面吓唬他们的 还脱了裤子对上面撒一泡尿 随后众人便一起进入二高地 而这时 大家请注意 本应该是九人的小队却在这时变成了十个人 很显然众人并没有发觉 到了晚上 众人躺在草地上准备休息 一旁的铁钟卫正尝试用电台汇报他们的坐标 可无线电却发不出去任何消息 而另一边 三个人跑到一旁的草地里释放着奥利得 可这时 家里从事殡葬行业的一个兽子说了一句话 吓得蹲在中间的队友责怪他不要大晚上开这种玩笑 可随后旁边的两个队友先后都释放完准备回去休息 只留下了中间的他一个人 男人看了一眼周围阴森恐怖的草丛 他害怕了急忙提上裤子准备跑路 可下一秒 好在只是自己的部下 第二天清晨 队友叫醒了正在熟睡的铁钟卫 几人便尝试着再次用电台联系总部 可下一秒 一栋废弃的大楼赫然出现在了他们面前 殊不知正是这栋大楼即将会成为他们全体小队的葬身之地